想吃爆米花不求人 整根玉米送进微波炉 超行的油梗爆米花 竟然是出自前鸿海工程师的创意 一般我们都不会有所谓的加班费 我已经工作了六年 那这个时间我觉得历练是足够的 转职创业的还有他 34岁的杨先生 挖起自己做的抹茶冰淇淋 主打健康无添加 因为过去担任补习班老师 工时经常超过十个小时 连续上班15天 最终过劳病倒 还得换肾保密 发现肾功能不太好 对啊然后后来就是透析 然后换肾 我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人像我一样 一了一修上路后 有三成上班族都觉得 休假状况不正常 甚至有八成劳工的年假 都是看得到休不到 还有五成三的人想请假 却遭到主管刁难 而接下来劳基法修法 松绑七休一 最常可以连上12天班 让劳工担心 类似状况会不减反增 连续上12天 那个其实对你来讲压力 精神压力什么的 那个都看不出来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跑去看身心科 政府完全就是替老板想 对啊 完全没有在为员工想 劳工苦哈哈 但劳基法修法 获得近八成企业支持 赖清德被批评是资方打手 他还在脸书上说 要替年轻人解决困境 让劳工听得很不适滋味 也痛批难道他的方法 就是要让劳工决意开到车 脸上12天班 这个杨格王富敏 台北报道 老板